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不教开店教创业的悠闲胡说 我是风胡 那么这一期呢 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茶饮在未来在海外市场的一些趋势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学员 越来越多是海外的 甚至有的时候一期里面可能有一半以上是海外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发现真的海外的市场机会 比国内真的有了很大的这种成长性和空间 很多我们的学员回去以后 把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营销的一些东西 带过去当地落地 很容易就在当地成为了一个小小的网红品牌 真的在我们看来在海外市场做 比国内比起来那就是一个捡钱的生意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呢 主要是因为 之前大部分的茶饮品牌这些出海是比较慢的 都是由台湾地区这些品牌出去 比如说日苏柴塔 可可 只有国内像一些黄茶的扶植出去 这些呢出海是比原来在国内市场是慢的 大概很久才出去 比如说可可这些在进入东南亚也是在前两三年的时间 那在大陆其实是已经五年十年的时间了 那第二个就是国内的很多好的有想法的创业者 他们因为出去可能难度比较大 也不留守抵当地的法律啊和各方面 所以也没有办法把这个茶饮部分快速的带出去 那总体来看呢 海外的市场会比国内的这个业态 滞后至少五年以上 所以这也带来了一个五年的一个成长红利的一个空间 那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们来看说 哎 茶饮市场到底在海外有多大的一个空间 因为从咖啡市场来看 任何的市场其实都会满足一个80-20法则 就是这个品类如果它是属于一个甘需性的消费饮品 随着海外现在碳酸饮料的这种下降 那基本上茶饮未来一定会是在海外 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饮料市场 那大家想一下 二十市场相对咖啡市场来说八十多个咖啡 那整个市场体量还有多大的成长空间 好 第三个就是 我们认为说现在的海外的这个饮品啊 啊 真的是利润很高 小英老师我们去年做了一个专案去英国就发现 真的 一杯饮品随便的这个Coco之类的 大概是四点几英半 但其实成本可是不到一 可能不到0.5英半左右的一个直接物料成本 大家想一下这里面的空间 是非常多的一个空间在里面 那还有就是竞争少 国外的这个现在的基本上还是很传统的 大家去看说现在中国的可能到了茶饮的4.0了 可能很多时候这个很多当地的现有的 还在茶饮的2.0甚至1.0时代 也是也很有很多人的甘需可以解决的 这一波茶饮呢不仅符合健康的这种诉求 在口感方面也是越来越满足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所以不仅是华人市场 那越来越多的相信这个当地的外国的这个 严重的市场都会越来越接受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的很多客户回去以后 把这边的一些产品和营销概念带回去 很快就能打开市场 目前我们在全球有十几个地方都有落地 而且都取得不错的一个品牌效果 虽然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风口 但同时竞争也在比较快速的加剧 所以如果有想兴趣进入这个行业的创业者 那要把握住这个风口 可能就在一两年的时间之内 趁着现在整个的出出海创业大家的 这种挑战比较大的时候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长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了解我们更多的关于产品和营销的 这些免费信息 可以提升自己对这个行业的了解 如果有什么呢 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后台留言 好谢谢大家